混沌零食 大家好我是洪茶 今天分享這個混沌零食 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改動 但是也是個大坑 它呢是有 分成合成跟柱林 你只需要把金木水火土 各放一顆石頭在上面 就會出來一顆比較強的 混沌零食 那顆混沌零食會從五種 零食中間 選其中兩種屬性 然後就變成這顆石頭 代表就是你的 你如果有足夠多的 橙色石頭的話 放在你的最強的武將裡面 會更加的強勢 最簡單來講是這樣 那一開始的時候你可能就要先 選擇你 仔細選擇一下這個 它的石頭的屬性 好像如果這個啊 我火石如果選技能暴擊 然後這個的話 選什麼 技能傷害啊之類的 或者是技測傷害啊 它可能就會到時候就會出現 所以真的要仔細的去選 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可能會先選個 先來試試看好了 一開始選個技能暴擊 然後這個選這個 傷害 無視防禦 看它出來之後 會出來一顆混沌零食 那這顆零食呢 它就出來了一個叫做持續傷害 跟無視防禦 然後它的雙攻雙防 都是比較好的 那剛剛好 那剛剛好 無視防禦我覺得非常的好 但是 持續傷害就是 一般般吧 當它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選擇助靈 那這個時候 選擇助靈以後呢 這顆石頭就在中間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左邊 有一個五行磁條 當你不喜歡 你喜歡水的無視防禦 但是你不喜歡持續傷害的時候 你就點這個 然後呢 就可以選擇 怎麼講 你這個是水 所以你就不能選 水的磁條 但是你可以選其他的 像是無視防禦啊 我這樣子可能會選火的 但 很可惜喔 我火的 魂太少了 那我就會選這個 好選金的好了 金的話呢 因為現在是法師的時代喔 我可能會選機車傷害 就助靈看看喔 他寫到物理傷害喔 那 反彈傷害就沒屁用 像這樣子他就是一個機車傷害了 那助靈是用魂 但是合成是用石頭 所以這顆石頭的話 就實在是非常的猛喔 雙攻雙防都有加 那最重要的是 他又無視防禦 又有機車傷害 所以你可以放在 呃 我只可能會放在諸葛亮上面 那如果你想想看 有五顆這樣子強勢的石頭的時候 那是非常噁心的喔 所以可能我們這種無課小玩家 跟課長的差距阿 又繼續拉大了 但我們 可以做的就是我們 把所有的裝備 所有我們的資源喔 都放在第一隊第二隊裡面 呃這樣會是我們 會比較好生存的方式 那我也提供這樣分享給大家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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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